賺錢不是主要目的 我們想做一些有意義的 袁曉健和湯冠華 之前都是自由工作者 在共享工作室相識 之後更早對參加程式設計比賽 利用AR技術 設計咖啡機使用教學程式 在比賽過程中 他們覺得分愛投契 更決定一起創業 就開了一集AR、VR、AI 和機械人於一身的Soft Mind 通常主要是靠網上廣告 以及做網站 先做網上廣告 然後再找到客人 通常有些公司打來 我們就去見他 我們的策略是做一些Live Demo 因為我們本身說話不太好 我們就用一些 例如做了一件事 到時見他 做了少部份給你看 通常做到 通常更坦然 因為行業特性 公司初期對硬件需求較少 只要有電腦就可以做事 創業資金不足一萬 用了半年就達到收支平衡 當中有什麼秘訣? 因為我們本身接項目 接項目 接項目很容易控制成本 接到多少就聘請人家聘用 其實沒有特別秘訣 只不過我們做項目很容易收支平衡 但收支平衡不是很豐富 因為人工不是很高 甚至低於市價 比起收入 他們更在乎工作意義 因此 教育就成為他們的重點發展範疇 這麼多項目 可能相對更有趣 還有更有意義 例如大公司 可能是一個市場市場 有一個努力 但教育 如果可以做得好 我們都想 那件事真的可以推廣 如果真的可以幫助小朋友 其實有意義 又會令人更加開心 所以做得好 不經不過想做更多 講到未來發展 Tom和Kim都坦然 賺錢不是主要目的 反而想跟員工分享工作成果 我們的經驗 有時發覺 其實公司越小越人 做事越多開心 所以我們可能覺得不想快 賺錢也不是主要目的 我們想做得有意義 將來員工不是只打工 可能他們有機會分開到 產品的理論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也不是只希望員工和整間公司 連成一線 不是只為了打工 那麼簡單 然後對照片 T Box T Box 在二人 T B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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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